听戏看戏 说戏 学戏 星期戏曲广播会 周遭有戏 朋友们都知道 严城是怀剧的故乡 严城是怀剧的发源地 今天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 各得从上海赶到严城 这片人节地灵 景色秀美的严富大地 为的就是让我们的戏迷朋友 领略纯正的怀枪古运 的确是这样 大约在两百多年之前 怀剧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 生根发芽 现在已经是成长为了 枝叶繁茂的大树了 当然这也得感谢上海 因为怀剧它是起源于 咱们严富大地 但是它发祥是在上海 唐丹说得太好了 确实怀剧是我们 严城人民的家乡系 而又是我们上海人民 非常喜欢的剧种之一 那么怀剧已经成为连接上海和 严城的一条精神纽带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设备一流的 严都文化艺术中心来欣赏 严城市怀剧团的丰富的节目 更有一位怀剧的热心人 为今天的演出可以说是牵线搭桥 专程赶来 她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怀剧艺术家 上海怀剧团的 梁伟萍 掌声欢迎 有请 谢谢 韦彬好 韦彬好 很高兴我们在严城相见 对啊 到我老家来相见 对啊 梁老师你好 你好 长大你好 在座的这些怀剧朋友 对您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 谢谢 您作为上海怀剧团的 这个主要演员 又是业务团长 那这次 为什么能够在反忙之中 回到家乡来主持一场节目呢 对啊 唐弹你不知道 我们上海的新期期去广播会 那是在上海是家喻户晓 是上海的名牌的栏目 是的 梁伟萍 我能够来参加这次活动 非常荣幸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也是我们的老搭档 对对对 老嘉宾主持了 对 你们的游元比我们还深呢 真的是这样的 同时我也想借这个平台 向上海观众宣传我们严城 对 因为我们严城有很多景点 他们都不知道 是的 就比方说 我们严城有仙鹤 神鹤神鹤的国家 知道什么吧 仙鹤 就是丹顶鹤对吗 对对对 我们知道 我和新年已经去过丹顶鹤自然保护区了 昨天去的 是的 神鹤我知道 神鹤是迷路 对对对 找个地方 东乖乖西乖乖找不着 最后把鹤鬼迷了 在大众湖里迷路了 通俗的叫法叫 叫四不像 叫四不像 国家一级保护动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严城还有一绝 你还不知道 是吗 那就是 枯枝牡丹 枯枝牡丹 就是没有叶子的牡丹花 牡丹独秀啊 下次来一定得带我们去 下次带你们去 好吗 一定精彩 对对对 另外我们严城还是红色根据地 对 新市军重建军墓的时候 就在严城 对对对 我们上海市第一任老市长 陈毅同志 当年新市军重建的时候 任军长 就在严城 就是说 咱们这个还是非常近的啊 是的 同时呢 我更想到这里主持的原因就是 呃 严城怀居团 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创作 演出 为怀居的事业 繁荣和发展 做了很大的贡献 特别他们是在现代性方面 在全国的影响是非常大 所以我很愿意 为他们来来来 来做做点事情 诶 修行 诶 你看伟平一回家乡特别激动啊 我们都一起跟着激动啊 不过再激动也不能忘了看戏啊 对 这是个大事 别忘了 咱们已经言归正证啊 是 首先为大家演出的是 我怀居的传统戏 《玉碑园》当中的一者 小南方 嗯 对 表演者呢 是王磊 徐洪珠和陈洪 那么王磊呢 是我们严怀的主要小声演员 演出了很多戏 而且在全国和省市的各项大赛当中 获过很多奖项 另外这个徐洪珠呢 他是出生于黎原世家 他宽广的戏路 赢得了我们怀居观众的广泛赞誉 相声订 潇 有自己的者 基于 在 津房 地 多多大 月之央心 与别同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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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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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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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